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看元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发落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戴安娘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都会讲一下孕婦的问题 我们今天都会讲一下孕婦的问题 我们就讲一下孕婦的水种 孕婦在怀孕期间就会体重增加 除了胎儿成长之外 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水种 如果不想吃去水丸的话 有什么天然方法可以处理到呢 孕婦怀孕到最后的几个月 出现水种都挺常见的 很多时候不只是触过 那只脚那里还能看到 严重一些可以走到小腿 甚至大腿也会有 有时手都会肿起来 当然这个通常来说 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可能配合有其他原因 所以一定要找医生检查 到底发生什么事 经过处理 但是当然不需要一定要吃去水药 始终去水药也是有它的副作用 孕婦在怀孕期间 通常都是尽量避免西药 我处理的方法 当然第一的首选就是饮食那方面 大家都应该知道 通常如果觉得有水种 第一件事我们会减少些什么吃 不要吃那么咸的东西 对了 缘分尽量减低 还有要增加什么呢 增加多些甲的食物 对了 因为甲和钠两者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是控制我们的水分的进出入细胞 所以通常如果钠是过多而甲是过少 会导致很多人有所谓的高血压的问题 好 那什么食物里面是比较多呢 通常就是水果 苹果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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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筋 椰菜 椰菜 椰菜花 是不是 因为这个甲是比较高的 好了 那有什么食物我们要减减呢 当然很明显就要减减糖分高的 那什么食物是糖分高的呢 那些精济食品 通常那些精济食品 快餐 快餐 我经常说那些叫做junk food 垃圾食品就会比较多的 那所以呢我们要尽量是减少这一类的精济的食物 因为它通常是盐分高的 那有些人说呢 其实呢 盐呢 其实对身体很重要的 我们不可以没有盐的 那我们如果要用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 我们叫做海盐啦 就是法国南部海边的Seltic Sea Salt 这个很多人都会吃的了 是一种手 就是手彩的 是一种的海盐来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喜马拉雅山那些Rock Salt 哦 粉红色那些 是粉红色那些 是粉红色那些 那这些呢 那个矿物盐呢 是比较完整很多的 那所以呢 就在食物那方面 我可以去留意这件事 那我们还有些什么的方法呢 有些什么配方 是不是 我经常说呢 有特别的配方呢 是帮助水种这个问题的 那第一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草药 就是草药 是一种蒲公英 那蒲公英呢 原来呢 是有少少那些 是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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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 那些 那第二呢 就是维他命B B B 是帮助你调节 调节 调节 我们的水分的流畅 是 那所以有时候呢 你可以用那个 Natrum muriaticum 其实是盐 不过是一种 一种纤维盐的成分 那 那种维他命C 那一天 两次 每次 500mg 那些 维他命C 是帮助我们的 淋巴的流畅 那 那 跟着呢 就是 加强 那个 维他命C B6 那 因为B6 是会 是帮助我们 是减低那个水分 那 可以说 B6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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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水源 也都帮助我们 是 肝的生存代謝 那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 叫做 那个 洋葱素 是一种 一种 一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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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素呢 原来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的 那 那 最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呢 就用大蒜 是吧 是 大家知道呢 蒜是可以帮助我们减低血压的 嗯 那 除此之外呢 我们都可以考虑用一些 简单一点的 那 最基本的运动呢 就是每日 就是 行路 或者是 游水 那 那当然呢 如果我们通常的脚肿呢 我们在怀孕期间呢 那对鞋的尺寸呢 都要 就是要小心 处理它 就穿些 马 大一点啦 那当然呢 就平底鞋啦 不要再穿高跟鞋的 那還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就会用一种 有些用那个 淋巴引流啊 或者我用的体质水疗 那我们公司呢 呢 陆塞尔健康店 和我们那个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呢 一直得那么多年来呢 都有采用这个 这个的体质水疗 那这个体质水疗呢 是一位 美国的第一代的 的 同学疗法医生 Dr. O.G. Carroll 他花了五十年的钱假呢 呢 研究世界上 各地的水疗的技术 那将它综合为一种 叫做体质水疗的 那在他 美国 在祖然的 自然疗化医生里面呢 他们呢 很多呢 都是会做自身的 就是当然天然自身 那很多 那他都会呢 是用那个体质水疗的 那所体质水疗的 去帮助我们那个 血液的流畅啊 那个水分啊 淋巴的推动 那这个呢 是一个对那个 那个 那个 水肿的问题呢 是非常之好的工具来的 多谢了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理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 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用Skype 或者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会诊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去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